Hello,大家好,今天呢是元旦前夕,我人在德国,然后想做一次,类似于是年夜饭吧,但其实又不是年夜饭,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边怎么去做的,首先呢我先准备一下一些基本的套材,然后我现在水上呢会有些平均菜, 我们先泡一些金针菜,金针菜呢就直接放在水里边,放在冷水里面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做菜的一些原材料,比方说葱姜蒜什么的, 首先呢我们先切一下本次做菜所需要的一些原料,我现在准备了一些姜,可以先切一下,姜呢我们的姜切好之后,葱这里呢我其实会取了一些葱白和这些比较绿的葱就可以了, 今天下边就做了一个小型小时的炒 church, 我以前的葱跟葱很熟细, 我以前的葱就在葱上, 煮的葱, 其实我手上的菜纳还有一些海带什么的 所以我也准备先泡花一些海带 海带呢 我们先放在碗里边 接着我们用热水来泡海带 拿着海带放一边 我们大概等3-5分钟就可以了 我现在手上的食材呢 其实除了金针菜和海带之外 我还有一些蘑菇 所以我这边也准备一些蘑菇 然后作为本次做菜的成分之一 我有一些国内比较常见的这种蘑菇 我们先把它窄一下 其实蘑菇呢 我们一般不太需要去清洗的 我们只需要大概的去拿水去冲一下就可以了 我个人呢其实还是挺喜欢评估这样的口味的 因为它比较的滑 吃起来的话也比较的爽口 而像这种比较大的蘑菇的话 其实它就是说分量比较够 所以我一般也会去超市里买一些 这种比较大的蘑菇 把这个蘑菇拿稍微的拿冷水去冲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蘑菇拿到一边去晾一下 接着呢我们来去拿水去冲一下这种口菇 我们先快速的 把口菇切一下 我呢平时比较喜欢吃这种西丝状的蘑菇 所以我一般是这么切的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吃那种平面比较大蘑菇的话 里面也可以去随意的调整一下切面的印记 好了那我们本次做菜所需要准备的所有的材料 我都已经弄齐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本次做菜呢其实会有这边的金针菇 然后再有海带 同时呢会有一些那个葱姜蒜 另外呢会有其他的一种蘑菇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大约的去准备一下材料 不过这个海带的我可以先切丝去准备一下 我们呢在切海带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把它这边切得比较薄一点 这样我们吃起来的份量会比较多一些 海带丝我这边基本上已经切好了 海带丝其实会比较滑 所以我们大家老公老公也拿去去冲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正式去炒菜了 炒菜这里呢其实我要给大家去讲一个窍 因为我们本次的话其实会总共有三种不同的菜嘛 会涉及到蘑菇 然后金针菇同样还有海带 在涉及到 其实只要在大家在炒海带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会先炒海带 因为海带其实本身它自己会和油会发生一些那个化学反应 先开火 炒海带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去装很多的油 另外呢就是每一次我们大家在炒不同的菜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个小窍门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菜放在一起去炒 我们应该其实是分开去炒 这样的话我们每次 对另外一个小窍门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在炒不同的菜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这些菜同时去炒 同时呢葱姜蒜也不要在一开始就去加 我们应该是把每一种菜分别去炒 先不用去加葱姜蒜这样的一些配料和佐料 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再加到一起 我现在看油温还不太热 我们等把这个油温热到八九十熟的时候 就可以先放海带了 好了现在这个油温刚好 我们可以先把海带放在这个里面 同时呢赶快去搅动一下 让这个油和海带的这个面充分去接触 这样的话海带它不会去沾这个锅底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海带其实每一颗都是很油亮很油亮的 我们其实可以在炒海带的同时 我们可以去炒这个刚才去泡的冰盆菇再去切一下 现在海带的香气都已经泡出来了 嗯,现在海带的这个香气都已经炒出来了哦 哇,真是好香啊 其实海带在高温加热的过程中呢 它里面的那些黏液都已经泡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炒海的时候 只要你的火不是开的特别的大 我们呢,其实是不用再进去沾锅这样的问题的 然后我们把冰盆菇趁热也放到里面 因为因为目前这个锅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油的 还是有很多的油的 所以我们不太消息加热还有油 然后赶紧的爆炒一下 然后赶紧的爆炒一下 素呢,在和油高温,高温下其实会产生一些反应 我们基本上炒菜所来自的那个香气 都是因为醋和油它们之间产生的放些反应 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海带和黄瓜菜集成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撑到往里边 接下来呢,我们就利用整个锅的温度和少量的一些油去炒一下我们的蘑菇 因为蘑菇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大家理论的来讲应该是要会放很多很多的油的 尤其是我们在炒这样的蘑菇的时候 但是呢,本次我可以教大家我炒蘑菇的一些方法 它可能会不太需要很多的油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蘑菇都放进去 主要呢,其实是利用高温去加和剩余的一些油去把蘑菇里边去有效的去加热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蘑菇其实已经炒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蘑菇装到盘里面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葱姜蒜的调味料放进去 我们目前先不用放任何的油 考虽到我的观众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口味的南方人 所以我呢,也放了一些花椒 进去 然后我们把这些葱姜蒜稍微的加热一下 把里面的水分都 好,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很快的加入少量的干燃油 我在这里呢,其实会需要像 需要警告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人在国外的话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去吃一些这种比较辛辣的材料 比如说呢,是洋葱之类的东西 因为吃洋葱说不好听一点 你国外的洋葱跟国内的洋葱其实不一样的 你无论说是生吃还是说烤的吃 你吃完洋葱之后放的那个洋葱屁 那个臭味真的是 亘古长存 我只能这么去形容 很多老外他们的体臭味 都是因为他们里面吃洋葱 无论生吃也好 还是炒吃也好 他们出汗之后这边出来的 所以大家在国外一定一定要少吃洋葱 然后我们这边再 把刚才已经炒好的炒熟的海带丝 我们去丰盛的去搅拌一下 让一些葱油和海带充分的有时间 发生在化群海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我刚才炒的蘑菇 我其实放的油比较少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蘑菇本身是含很多的水分的 我们在炒完之后的话 它的水分会出来 所以你放了很多油 它蘑菇它也吸收不进去 然后我第二次加油的习惯 就是因为 你如果在这一点点 把这个蘑菇弄进去的话 还是可以去把这个油 充分的来吸收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其实炒的这个菜呢 都是一些菌类和海带 是比较健康的 做在一起 其实也挺好看的 还有一个小敲门 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国外的话 也要去少吃一些那种葱油 其实在国内的话 很多饭店 包括大家自己在家里面 其实在国内的话 我们在家里面 或者说在饭店里面 去吃这种葱油的话 厨师呢 和我们做饭的人 往往会放很多很多的 这种那个橄榄油 或者说是一些花生油 玉米油 然后再放一些葱 然后去把这个葱去爆炒 然后去熬出这样的一个葱油 但是在国外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吃 首先呢 首先就是说这种葱油 它的味道是很大的 并且说味道其实是很持久的 你如果在饭店里面去吃 或者说 包括你自己在家里面去做 你只要炒了这个葱油 你的身上 你的房间里面 你整个公寓里面 其实都是味儿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它这个味儿其实是很持久很持久 你可能一整天都能闻到这个味儿 另外呢 就是说葱油 它经过你的那个消化 你其实是不能完整去消化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 是有一种葱油屁的话 这个也是很充很充的 国内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生化武器 就是说 有两种生化武器 一个是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的话 我相信大家在北京 只要坐过地铁 你坐过13号线 经过回龙罐 经过来广营那个站的话 你都能闻到这样的一个味儿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 就是早上吃完早餐 都会有一种西红柿鸡蛋汤 这种调料在里面 所以身上都是这个味儿 还有一种生化武器 就是说是韭菜 下的包子 韭菜下的那个饺子 在国外千万千万不要吃 水就会把别人去熏出一米的距离的 水就会把别人去熏出一米的距离的 就准备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品的样子 我们的菜已经做好了 现在的我们就开始去做今天的主食 这个面条 先把刚才已经炸了温水 那我们可以先加这么多的面 其实这种面的话 应该不够我一个人吃的 咱们对面应该拧够了 现在这个面呢 现在这个水基本上已经烧 但是我们不要着急 现在这个水基本上已经废开了 现在这个水基本上已经废开了 但我们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冷水进去 来这个水马上就要开了 其实到现在呢 我们其实就应该已经开始去关火了 因为这个面基本上已经熟了 然后本次的 我们再把这个面用凉水去过一下 现在呢 我把今天晚饭的成品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完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准备的面条 这道菜呢就是我今天准备的一些菌类和海带 我们今天就这么去吃就可以了 其实呢大家在国外的话 基本上中餐的味道是很很容易发甜的 肯定不是我们在国内去那种苍蝇馆子里面吃的这种比较正宗的味道 另外就是说中餐 它在德国包括在那个法国 在整个欧洲这边 味道是很淡很淡的 如果你点的是那个辣 可能在国内就跟你滴了一滴两滴 老干妈这样的一个味道是一样的 所以呢大家有时间的话 建议还是会尽量的去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那个菜 从国内包括去从 网上去购买一些调味品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厨师 我的一些小的建议就是说 在国外的食材跟国内比的话会相当的匮乏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在德国包括在法国这边去超市里面买一些肉类的话 鸡肉永远是最便宜的 或者说猪肉永远是最便宜的 比方说这么大 这么大一块的那个猪肉 可能四欧元五欧元 也就是说三十四十块人民币 然后一整只鸡的话 大概也是在四欧到五欧这样的一个价格 不过呢你肯定是会在 那个Lidl这种便宜的超市里面去才能买到 一般的超市比方说加勒福 有可能会在那个六欧到十二欧这样的一个区间去浮动 这个就是肉类大致的一个情况 鱼的话其实在这边会 鲜鱼会比较少见 基本上都是说是冷冻的那个鱼会比较多一些 羊肉的话就不要去想 除非说你去那种土耳其的烤肉店里面去买一些那个羊肉 或者说去他们的蔬菜场里面去买一些这种羊肉 蔬菜其实真的是评论是很复杂很匮乏的 举个例子就是说 中国的大白菜 在超市里面都不一定是每个超市里面都会去有的 他们基本上那些绿叶菜都是一些生菜啦 之类的和一些这种那个小 这种小椰子的这种那个菜 拌一个沙拉什么的还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要说想炒菜 做汤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去想了 包括那些菠菜大部分都是冷冻的 其他的那个菜就是茄子 土豆胡萝卜 哎呀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是特别讨厌吃胡萝卜 在这边天天都能碰到胡萝卜 每一顿菜不论什么都能遇到胡萝卜 特讨厌胡萝卜了以前 别的就是说是那个蘑菠 我今天我今天买的这个瓶菇在欧洲 其实还挺普遍的 另外就是说是那种口菇比较大的 和茄子 包括像护瓜的里面都比较少 所以呢 没办法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大厨 之外就是说欧洲这边的那个蔬菜 其实在怎么讲呢 在吃的时候这个质量 包括就是你的那个消化之后 跟国内的那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有可能是这个菜的那个基因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在 我来德国之后的 我其实在前一个月 在前两个月 我每天都是便秘 都是那种大便不成形 都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跟他当地的那个水 或者说是那个食物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有可能是他们里边的那个水太干净了 还是怎么着 我这边就消化到里面 可能菌类这种那个细菌不是特别的多 或者是他们里边 热烈的那个成分里面那个血水会比较多 所以我这边就一个月两个月 大便不成形 就放在那个皮里特别的臭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那个欧洲的话 还是说是要先准备一下 然后脑子里面有这样的那个概念 好了 我今天的那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然后我也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对欧洲的这个食物 有什么那一些意见的话 可以随时给我在youtube 在那个b站这边去留言 去点赞 然后去一见三连 好吧 谢谢拜拜